嗨 大家好 今天要來教大家做AMV 我用的軟體是Sony Vegas 13 但不管用哪一個版本都可以做 所以不用拘泥於最新的 那這個軟體要怎麼得到呢 請大家自己上網Google 我就不提供 這邊不提供這個軟體 所以大家也不要跟我一樣 好 軟體打開的介面是這樣子 我沒有中文化 因為這樣比較方便看外國人的教學影片 然後應用在上面 基本上呢 最先要設定的是這個 影片的大小 大部分我是直接設定 最高畫質 1080 60i 就是1920x1080 大概30fps左右 的設定就有這樣 然後輸出設定 所以到最好就這樣 那設定完就可以開始做影片了 這種特效我就不一一介紹 大家就自己玩玩看 自己丟一下 就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好 這邊也是有各式各樣的素材 那之後再教大家如何運用這些素材 今天就再來介紹一下 專長效果其實我還蠻少用的 但如果用的好 也是會很好看 好 軟體介紹完了 我們來介紹白狼 只要得到風之谷的角色 圖片呢 就是需要用 白狼4這個 網頁軟體來製作 那 這個呢 就是 創造角色的 頭髮等等 然後就是 臉部的 裝飾耳環 跟帽子衣服 手套鞋子 盾牌等等 這邊是武器 然後如果 你有 設定好一個角色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成檔 這樣子以後就可以很方便開啟來 只要選擇Open Project 直接開啟 就可以是你剛剛設定的角色的 起初就是這樣 我想大家應該都懂 創造好你的角色之後 選取它 並選擇這個 Explode Dare 這樣子 角色的 裝備就會一個一個被 分裂出來 然後 再分成 以想要 多細節的部位去存檔 例如 頭髮的部分 就是前髮 前髮 存一個檔 Save PNG 選擇 Hold Sins 然後 換成 再來是臉 頭 也是Save PNG Hold Sins 手 身體 後髮 OK 這樣子呢 就有各個屍塊了 那如果這樣直接把它丟到 Vegas上面的話呢 它會 很大 然後 你還要這樣子 一個一個去調它 會非常麻煩 而且很容易 頭小 身體大 之類的 所以 假假 這樣就是不符合比例的 所以 要怎麼讓它 方便使用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開啟 製圖軟體 不管是 Photoshop 或是 什麼Pain Painter之類的 都可以用 不加用Photoshop OK 開好了之後呢 首先你要先固定 那個檔案的大小 我通常使用 設定是 200x200 這個大小其實沒有什麼 關係 但是 設小一點比較方便 用 但也不能設太小 設太小的話 你角色在移動 身體會被切掉 我覺得這個大小是蠻剛好的 大家 可以 試試看 OK 開啟了200x200的新檔案之後 就匯入 剛剛分解好的屍塊 再來就是要組裝屍塊 還要有一個圈體的人 整體的人 這樣子才可以 對齊 不會位置不對這樣 之後 就一個一個把它 跟角色對齊 對齊 這樣就是一個 完整的 屍塊了 那再把它分別成檔 組成檔案 格式式 編局 這個最不會破壞 圖片的 大小 畫質 不知道怎麼講 OK 然後再把它們 拉到 Vegas裡面 順序是 手 頭髮 頭 身體 跟後髮 再教大家一個 密集 就是 你要統整這個人物 就要運用 枝木鬼的概念 第一個呢 你就把它搶成是 他的 全身 然後 手 他的所有東西 都要附著在 他的 身體底下 然後 頭 要附在頭髮底下 後髮也要做一樣的動作 只是他是附著在一個 額外的 木鬼 好 那我們今天的 教程就到這邊 下次教大家怎麼 讓角色 動起來 做一些細部的動作 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留言在下面給我 我會 在下一個影片 回答你們的問題 好 記住 千萬不要跟我要 軟體的再點 嗯 拜託大家 好 下次再見囉 拜拜